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地 大家好欢迎收看请勿不离 到了夏季海滩永远是最热门的话题 当我们从全世界最完美的海滩目的地名单中 发现了几个异乎寻常的海滩 游客稀稀拉拉甚至还有些荒凉 那这些海滩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原来这些都是可以允许宠物狗狗们自由活动的海滩 荷兰诺德韦克海滩 位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之间的诺德韦克海滨小镇 这里专门为狗狗开设了一座海滩 让他们能够在海边尽情的撒花 除此以外这里还有适用于增进人狗感情的徒步路线 而且这里的餐厅和旅馆大多都欢迎狗狗的到来 并非是街上所有的海滩都有独立的狗狗海滩和特殊的步行道 在这里你可以和你的毛茸茸的朋友一起散步 享受新鲜空气的同时 让你忠实的四足伙伴在浪花中嬉戏 在淡季和旺季遛狗时会有不同的规定 狗主人有责任随时清理狗狗的废物 市政厅可以免费领取狗屎单 在意大利也有一片对狗狗友好开放的海滩 这是少数几个欢迎两条腿和四条腿客人的地方 狗狗友好的海滩位于罗马郊区 这里设有游乐设施和遮阳伞 在这里狗狗与主人一样享受休闲度假的美好时光 不只在欧洲 美国的狗狗海滩也很受欢迎 卡梅尔海滩位于海洋大道脚下 拥有白色的沙滩和柔和的海湾 是加州中部海岸最具标志性的景点之一 卡梅尔也被评为美国顶级海滩城镇之一 在这里犬类游客可以在沙滩上嬉戏 在海水中相互追逐打闹 真的说不好究竟是谁在卡梅尔海滩能够得到更多的欢乐 是那些解下绳索进行撒花奔跑的狗狗们 还是呆呆的欣赏着海滩和狗狗们的狗奴们 要说自然景观俄勒冈州的佳能海滩应该是最缥缈的 海滩上的草舵岩在岸边若隐若现 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100个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非凡的自然景观让你坦为观止 不仅如此每年10月在这海滩都会举办狗狗秀 欢迎所有人参加 获奖的范围从最美丽最佳装扮到最长尾巴和最佳技巧等等 帅气的狗狗们被精心装扮后简直就是成了精的样子 这种文化在佳能海滩已经是根深蒂固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狗狗海滩目的地之一 除了沙滩之外很多的客栈餐厅都会为狗狗提供贴心的服务 这些全世界著名的狗狗海滩既不拥挤也不操杂 狗狗和主人们都可以走进大自然的怀抱 尽情的享受自由奔放的生命 人类与狗狗与自然其乐融融 看上去是不是会有一份甜蜜感呢 来此旅行长一点姿势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